嘿嘿,刚才才挑选好的鸡精和海参,现在就乖乖的在锅里煮了,这新鲜的程度,当然不需要料酒,原汁原味,差一个味儿嘛。 同食堂都可以了,然后呢,海参,海参给它加进来,好像果冻啊,吃了以后你的皮肤就跟果冻一样,关关关关关的。 然后我要拌一下,拌炒一下,好,每个,每个食材都有接触到刚刚爆香的这个油,这样就可以了,然后呢,再把,我准备了一个,简单的一个鸡高汤,鸡高汤就可以了,如果没有鸡高汤,或者鸡高汤的话,我们白开水,自然水高汤嘛,大概可以腌盖过食堂,在8分嘛,就这么, 加到8分嘛,那样子就够了,把用香油煸炒过的海参,齐劲泡在鲜美的高汤里,完全不是一锅,三鲜锅呀,那我们就静静的等它走开吧。 哎,大卫皇,你在舔什么呢? 不要让自己平口滴下来。 我们也是这样子啊,它的酱油那个,特别的那个,干,浓,醇,香,好,那现在,这个地方也煮开了哈,嗯,配一大锅的东西,对不对哈,我大概,它的,这个,大概,三汤匙。 哦,又浪费三汤匙啊,三汤匙,超级的,好不好,我会买给你的啦,哎呦,我回去买一箱寄过来,好好好,三汤匙,然后其他什么都不要加哈,来,这是第一汤匙,进来。 哇哦,哇哦,然后再来第二汤匙,这是一个烩菜。 嗯,用蚝油,赔上粒粒冰糖,虽然想不上台湾黑洞酱油的纯粹柔和,但为了这汤匙,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主客们买不到这种酱油,买不到这种酱油,和老师,还有其他带气的方法,大家要认真听仔细了。 你用蚝油,或者是我们一般的酱油呢,像糖,也可以,可是蚝油很咸哦,蚝油好比这个咸哦,所以一般来讲,我们在做台菜的时候,蚝油在家的时候会放点冰糖,来反正它的一个咸。 嗯,用蚝油,赔上粒粒冰糖,虽然想不上台湾黑洞酱油的纯粹柔和,但味道也算是比较接近了。 人生一加进去,就感觉就档次高多了。 档次高多了哈,不一样了。 不要再太白了。 好,那因为这个是水发的这些素材啊,其实它煮的时间很快,不需要等太久的时间,一下下就煮好了。 哈哈,浓郁的香味,早就像一旺的沈鸡。 它就直流了嘛,迫不及待,再寻找它的兄弟啦。 我都买了那勺子条冰糖,你先喝喝那个汤。 你没有熟啊,你不要害我。 有啦。 天寒地冻,再拉个肚子,真是麻烦了。 我现在什么都没加,对不对,只有加这个。 它已经很好吃了。 嗯,真的,而且味道不会太咸,还在点点甜味。 咕噜咕噜的,小伙伴,不停顿着。 鸡鸡和海参里丰富的胶原蛋白已经完全的住到汤里头。 渐渐的,汤头变得越来越浓稠了。 哇,一股浓郁的香味,扑鼻而来,怎能不流口水呢? 再加上甘甜的黑豆酱油香,浓郁的甘甜味更要有种想动快的冲动呢。 我弄的鸡蛋白,多个欠,因为刚刚这些东西都是滑滑的嘛。 南方啊,喜欢吃米饭的地方啊,我们都会怎么讲? 都会啊,这个东西,这个汤汁啊,拿来什么? 拌饭,这个羹汤嘛。 或者是我们会去煮面,做,做我们那个大鲁面啊,炸鲁面。 哦,大鲁面,对对对对,类似的。 有点像,有点像炸酱面的那个,炸酱面的这样。 起锅前呢,我们点一点香油。 爆香嘛,用香油。 但是,更别忘了,在起锅之前,我们还要在煮好的汤里淋点香油。 这样一来,香油的香味就贯穿在整个汤里面了。 淋完香油以后呢,我们就把这个葱绿的部分丢进来。 哇哦,葱绿的部分。 那就更香了。 对对对对对对。 再稍微给它焗一下。 哎,奇怪,我们南方人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种大葱的? 最近,最近流行啊,因为大葱真的加了热一个口瓶啊。 哦,所以流行加一些葱。 而且去说葱啊,蒜啊,这些都对身体很好。 对,而且预防感冒。 哦,哎,真的。 那很重要,最近因为太冷了,天气候中,感冒真的不够。 帮用绿绿的大葱,让整个汤色更诱人。 而且,大葱里的甜味,也让浓浓的汤汁更加的鲜香哦。 更重要的是,在流感恒心的冬天,多吃吃杀青的大葱。 也是一滴量多的。 放在这个中间。 哎,这真的是三针海味啊。 对啊。 三针有提琴海味啊。 对啊,对啊,对啊。 以前呢,是太后即吃的。 真的吗? 嗯,我不晓得你以前是不是太后。 现在,现在是提后即吃的。 好啦。 我闻一下,闻一下,就闻一下而已。 这都一分子对皮肤很好。 这样子六人份啊。 六人份啊? 所以你说这个最多就是一人份,就是我一个人的份。 哈哈,瞧瞧,在美味面前,陈欣已经把保持身材的问题跑到酒销以外去了。 其实啊,看着如此好菜,谁都抵挡不了诱惑的。 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呢? 喂,你干嘛呢? 余托。 过来,难得来一趟,到西方厅去逛逛。 最好。 余承。 再见。 别说,柯老师这个啊。 很棒。 这个菜真的很好吃。 你这个,感觉看起来就还不错了。 这上面这一节都是我。 上面这节鱼头。 也是你的。 鱼头。 哈,高师傅已经领浇了全新的胃口。 由于这个鱼头嘛,他压根儿不指望吃了。 有一门心思的,做吧。 今天用的油呢,很特别。 以前没有酸辣油,就是要么猪油。 猪油。 要么就是什么? 今天叫做小时候的味道。 小时候的味道。 然后说到这个鱼头呢,其实它也有一个故事。 它是从叫做乾隆鱼头也认过来的。 哦,这个我听说过,乾隆鱼头也。 我们从这边呢,有红烧鱼头把它改养一下。 主配还是这个豆腐。 豆腐。 这个豆腐啊,看上去也蛮错的嘛。 应该是农家的盐漉豆腐吧。 很纯武的样子。 农家叫小豆腐。 这不是小豆腐。 这叫做卸味鱼。 这才有个呼吸的味道。 所以说我今天又有大豆腐,又有挺累。 还有是吧,大鱼头。 大鱼头。 这边说了那么多话,你看这个锅子也热了。 一勺。 两勺。 两勺。 两勺的菜鱼头。 哎呀,这是我们熟吃的习惯。 我妈妈也有这个习惯,就是把锅子这么晃一晃。 哎,你怎么那么小气的啊? 我当了半天晚上就过去了。 有一个底油,温度已经来了。 我就把这个鱼头。 哦,直接放鱼头吗? 哎呀,直接放鱼头。 不用放盐,不用放任何东西。 对,煸香鱼头再淘饭,就这个顺序了。 嗯,鱼的本味已经煎出来了,那就收包吧。 哎,天哪,它那两个鱼翅都翘起来了。 哎,全部翘起来了。 你去跟翅膀一样,你翘起来了就熟了。 我们在这里面再加点油,葱姜蒜,这个时候先把它煸香。 好,葱姜蒜煸香之后呢,我们今天要做鱼翅里头呢,少不了什么? 豆豉啊。 对,要放豆豉啊。 我们放进去。 好哦,这个是用的它是已经做好能力的酱油。 我们就原汁原味的用黄豆的就是豆豉来做。 就用豆豉,然后再配上我们杭州特产的酱油。 好,来,我们是原汁原味的。 哎,我快把它放进去。 我们自己在锅里尿。 呵呵,再锅里尿。